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下描述失业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一个曲线 叫做菲利普斯曲线 在前面分析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和失业 是我们短期宏观经济中运行的两个重要的体现 或者说两个主要的问题 我们任何短期冲击都会对 或者说任何短期冲击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负面影响 都是通过失业和通货膨胀来体现的 这意味着我们经济决策者目标是什么 要尽可能降低通货膨胀以及降低失业率 但是他们会发现这种降低通货膨胀和降低失业率的目标往往是冲突的 根据我们前面学的ADS模型 如果说我们政策的制定者 他会使用我们需求管理政策 到推动我们AD曲线移动 他们就会发现 如果使用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 扩大总需求 使我们总需求曲线又移的情况下 它就会使经济沿着短期总共济曲线 变动到更高的产出和更高的物价水平上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有Y的增加 以及P的增加 更高的产出意味着更低的失业 也就是这里Y增加意味着U的下降 但是呢 较高的物价水平意味着更高的通货膨胀 如果决策者制定紧缩型需求政策呢 使经济沿着短期总共济曲线向下移动 这样移动 会发现我们会有产出的下降和价格的下降 产出的下降意味着U的增加 价格的下降呢 意味着P的下降 我们可以发现 任何情况 你只要使用你的需求管理政策 你必然要面临着什么 面临着 要不是低通胀高失业 要不是高通胀低失业 那么宏观经济学中 我们通过膨胀和失业率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由菲利普斯曲线来说明 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 或者说最早的菲利普斯曲线呢 他其实是新西兰的统计学家 威廉菲利普斯 做的一个关于货币工资 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一个实证研究 所提出来这样一个 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 替换关系的曲线 他一开始是描述的货币工资增长率 和失业率之间的一个替换关系 也就是说货币工资增长率越高 失业率越低 货币工资增长率越低 失业率越高 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嘛 因为货币工资越高 很多人就愿意去工作 他就会呢 失业率就会下降 反之一人 那么这种关系呢 在横轴表示失业率 纵轴表示 货币工资增长率的情况下 画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这个呢就是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 这个曲线表明 失业率较低的时候 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 反之 失业率较高的时候 货币工资增长率呢 较低 甚至呢为负值 这个是最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 他描述的是 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后来呢 以赛米尔森为代表的 新古典综合学派 随后就把这条菲利普斯曲线呢 进行改造 他们认为说 货币这个通货膨胀率 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呢 存在了稳定的关系了吧 我们知道 W除以P等于MPL吧 那必然会有W hat减去π等于MPL hat 也就是说W hat等于π加上MPL hat 如果说劳动生产增长率为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项等于0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工资增长率增长多少 我就有对等的通货膨胀率吧 也就是说 通货膨胀率与货币工资增长率一致 存在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它可以表示成为失业率 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的曲线 从而呢 它就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改造成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并把它作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于解释通货膨胀 也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 一般形式的 或者说简单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它成功地描述了失业率 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它的具体表达是假设优星代表自然失业率 那么可以简单地表示为菲利普斯曲线 就是π等于-a 乘一个优减优星 其中a呢 参数衡量了 价格对于失业率变动的反应程度 它这个式子描述的是什么 描述的是 实际失业率相对于自然失业率 每增加1个百分点 则通货膨胀率呢 下降A个百分点 它们之间是一个反向变动关系 并且呢 以我们的这样一个自然失业率 为最核心的一个 这个参照的一个参照系吧 可以这么说 我的失业率始终是什么 始终是相对于自然失业率的变动 这个为什么这样的变动呢 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失业对于经济的一个损失的衡量 永远是什么 永远是这个失业导致的 或者说这个失业导致我们产租 相对于我们潜在产出水平的一个损失吧 相对应的 我们失业率 对于这种产租与潜在产出水平的损失 是不是就可以用我们失业 相对于自然失业率 来间接的度量啊 它们之间是有个 是有个对等的关系的吧 那么进一步 当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呢 也就是U大于U星的时候 我们必然有价格水平下降吧 因为有π小于0 那么U小于U星的时候呢 必然有π大于0 π小于0就代表价格水平下降 而π大于0呢 就代表价格水平上升吧 也就是说 失业率增加 我的价格水平就会下降 失业率下降 我的价格水平就会上升 那么它们之间呢 可以发现 我们的π和U之间 通过费为 形成了一个反向的替代关系吧 U大π就小 U小π就大 从而呢 以U为横轴 π为纵轴的平面上 我们以PC线 表示这样一条菲利普斯曲线 它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这就是我们 最简单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那么菲利普斯曲线说明了 经济在短期中出现的通货膨胀 以失业的组合 是由于总需求冲击 导致的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使经济沿着短期总供给曲线移动 所带来的吧 这就意味着 我们的菲利普斯曲线 与我们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 或者说 菲利普斯曲线 可以从我们前面学到的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 推导出来 总需求的增加 假设我们一开始经济呢 出于这样一个均衡点A点 那么总需求增加 导致总需求曲线又移 它会使不变 它会使与我们不变的 总供给曲线的焦点 从A点移动到B点吧 也就是说A点移动到B点 在这个时间段 有价格与产出的增加 在A到B的过程中 企业生产了更多的产品 从而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人 从而B点的失业率呢 低于A点的失业率 并且B点的价格水平更高 从而B点的通货膨胀 也就更高 那么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把它描述为 A点和B点 不同的价格水 不同的失业率下 我们就有对应的 不同的通货膨胀率的关系 连起来就是一条 向右向往倾斜的 这样一条总菲利普斯曲线 这个呢 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 还是比较简单的 理解上 那么这样一条菲利普斯曲线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菲利普斯曲线 它核量了我们 首先它核量了我们政策制定者 制定需求管理政策时 所不得不面临的什么 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一个取舍吧 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取舍 它意味着你的政策制定者 只要能够容忍高通胀的情况下 那你就可以选择拥有低失业率 或者你可以通过高失业率 来维持低通胀 这种失业和通货膨胀呢 这种就会有一种 是一种替换关系 或者替代关系 或者取舍关系 用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增加 换取一定的失业率 或者用后者的增加 来减少前者 那么这种菲利普斯曲线 所衡量的这种替换关系呢 它会给我们政策制定者 带来这样一种政策取取的一个原则 或者说基本的方法 是什么呢 首先 政策制定者会在一个经济中呢 先确定一个社会临界点 以此来确定一个失业 与通货膨胀的组合 如果实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组合呢 在组合区域内 则社会决策者不用采取任何调节作用 比如说 策定这样一个临界点 临界点意味着 我社会中所能承受的最高通货膨胀为4% 所能承受的最高的失业率为4% 那么在这个4%跟4%决定的一个阴影区域内 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点 只要在这个阴影区域内 你这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组合 我都不会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说 一旦你落到区域之外 比如说你的通货膨胀率落到B点 它位于5% 我会认为这个5% 对方的钱对于我们经济社会会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就需要什么 我就需要来调节 那这个时候调节 我就需要根据菲利普斯曲线 所表示的关系来调节 那么当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在4%以内 经济社会被认为是安全的 如果该经济的实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组合呢 落在安全区内 则无需采取任何行动 即政府 即政策来调节 但是如果失业率高于4%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 决策者就可以采取扩张政策 以提高通货膨胀率为代价 降低失业率 也就是说 失业率为这个位置 那么政策制定者 他就可以采取扩张性的一个政策 然后呢 降低失业率 让这个失业率和通货膨胀 让失业率呢 沿着这条线 以通货膨胀为代价 落回到我们这样一个安全区域内 菲利普斯曲线带给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启示 这是他的一个 或者说带给政策制定者 他如何去制定 或者针对通货膨胀 和这样一个失业率 来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工具 他提示的是什么 他们两者的一个取手关系 通过菲利普斯曲线 政策制定者就能知道 我降低通货膨胀 我就要 就会要承受 或者说升高多少的一个 降低失业率 我就要承受通货膨胀 升高多少比例 从来让他们能够 有刃有余的 对经济数据呢 或者说对经济中的通货膨胀 和失业率进行控制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使通货膨胀降低 必然带来失业的增加 对吧 而失业的增加就必然意味着 我实际GDP的损失 针对这个问题呢 经济学家就提出了 一个牺牲率的概念 它是使通货膨胀率 降低一个百分点 而必须放弃的 一年实际GDP的百分点数 例如 一个经济的牺牲率为5% 这意味着 该经济的通货膨胀 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所以经济的GDP呢 必须牺牲5个百分点 牺牲率通常依 依时间地点 以及降低通货膨胀的方式 而有所变化 进一步的呢 我们还可以用失业率 来表示牺牲率 根据奥魂定律 失业率变动1% 会使得GDP呢 变动2% 在牺牲率为5%的条件下 通货膨胀率想要降低1% 就要求周期性失业呢 上升到 大约2% 2.5% 这个牺牲率的概念呢 比较简单 我们再看 痛苦指数 它是试图衡量 治粮 计量 失业和通货膨胀 政治效应的那种方式 有痛苦指数呢 等于失业率 加通货膨胀率 一些学者认为 如果一个经济的痛苦指数 低 这里是低 或者趋向于下降 则可以说明 政府的政绩较好 反之呢 则说明政府的政绩呢 较差 这个呢 两个概念 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记忆就好 不是 不是很难 读一些字面的内容 我们首先 主要来看后边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前面 我们讲了 说我们萨米尔森 等新古典中国学办呢 他在我们 最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 基础上呢 得到了一个简单的 菲利普斯曲线 为什么认为他简单呢 是因为 这个菲利普斯曲线 它有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缺陷 弗里德曼认为 这个缺陷是 他们没有考虑 工人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 在我们前面去讲通货膨胀的时候 我们讲了很多 在制定工资协议的时候 会通过预期这个方式来进行 人们会根据价格水平的预期 来要求一个民意工资率 这个民意工资率 进而就会通过成本 进入到企业的价格水平当中 这就意味着 预期是能够对价格水平 进而通货膨胀产生一个 很重要的影响了吧 但是前面我们并没有 前面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 并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形式 弗利德曼认为 这是有缺陷的 从而呢 他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了预期的一个说法 他认为 企业和工人会根据民意工资 签订新工资协议 但是呢 他们都关注实际工资 而非民意工资 他们会根据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 形成新的民意工资 这种新的民意工资 是为了避免 或者为了保持 在未来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能够保证 他实际工资不变吧 这就意味着 人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越高 他们民意工资呢 增加的更快 好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 人们预期到通货膨胀 跟工资增长的关系呢 弗利德曼进一步 又提出了一个短期的 一个概念 它是指 从预期到 需要根据通货膨胀 做出调整的时间间隔 来区分这样一个短期 如果人们没有预期到 这个需要跟通货膨胀 做出调整 或者人们没有预期到 这个通货膨胀的变动 那么呢 这个时间呢 我们将它称之为短期 那么如果人们能够 预期到通货膨胀 并且根据这个通货膨胀的 预期 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们将它称之为长期 根据这个区分呢 弗利德曼提出了 首先提出了一个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概念 它是预期通货膨胀率 保持不变 这个保持不变就意味着 人们在短期内 还尚未预期到 需要根据通货膨胀 做出调整 他们没有预期到 通货膨胀的变化 从而就什么 从而就没有 这个想要做出调整 这样一个决策 它背后体现的是什么 或者中和的体现为 预期通货膨胀率表示不变 它就表示 通货膨胀率 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套线呢 就被称为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它可以表示为 π等于πE 减去A 乘一个U减U性 它其实在 就是在我们 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上 加上了一个πE 这一项 其中πE表示 预期通货膨胀率 这条菲利普斯曲线呢 就被称为 现代菲利普斯曲线 或者附加预期的 菲利普斯曲线 针对这条菲利普斯曲线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 等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时候 那么失业率 肯定是处于 自然失业率的状态吧 因为这条菲利普斯曲线 是不是可以写为π减去πE 等于什么 负A的U减U性 这个时候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在预期通货膨胀率上 与自然失业率相交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将这个 自然失业率呢 就定义为 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 意味着 当我们的失业率 处于自然失业率的时候 我们的通货膨胀 等于通货膨胀预期 这个时候 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呢 既不加速 也不减速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通货膨胀跟通货膨胀预期 相差异的时候 预期就会调整 进而带着通货膨胀的改变 加速 通货膨胀上升 就把它描述为加速 通货膨胀下降 就描述为减速 对吧 当我们U等于U性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通货膨胀 被完全预期到 所以就不会存在 通货膨胀的调整 那么用图像 就可以把这样一条 菲利普斯曲线 就描述为 这样一个形状 当我们的什么 当我们的这个 实际通货膨胀预期 等于其通货膨胀率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这里的π1 等于π1的时候 那么在π1下 我们经济的失业率呢 就处于一个 自然失业率情况 那么π1等于π2的时候 那必然意味着 在π2下 我们的U等于U型 并且呢 这样 这样向右下方 倾斜的 菲利普斯曲线 它还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在预期通货膨胀率 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的 短期当中 失业率 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 关系呢 仍然存在了替换关系 短期中 可以引起 通货膨胀率上升的 扩张性财政政策 与货币政策呢 是可以减少 失业的作用的 是可以减少 失业的作用 也就是说 当我短期内 当我保持 我的通货膨胀预期 不变的情况之下 我的什么 我的通货膨胀率 与失业率 是存在一个 短期的替换关系吧 是存在一个 替换关系的 这意味着 调节总需求的 宏观经济政策呢 在短期内 总是有效的 我能够什么 我能够以 高通胀为代价 降低失业率 我也能够以 高失业率为代价 降低通胀 它们之间 是有这样一个关系 而π1在里面 在短期内 最大的作用 或者说π1在这个里面 最大的作用 就决定了我们 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 在短期内 π1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的 菲利普斯曲线 就固定在 当前的位置不变 比如说这个位置 它当前位置不变 那我无论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我必然会有的什么 我经济中的 π和1 π和u的组合 沿着这样一条 既定的pc线 这样一既定的 菲利普斯曲线 滑动 这个是短期的情况 但是如果说 是在长期内 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变化是什么 是我们人们 会根据实际发生的 通货膨胀 来调整自己的 通货膨胀预期 也就是说 前面的一个什么 人们预期到 需要根据通货膨胀 做出调整了 也就是说 会根据通货膨胀 来调整自己的预期 他们会什么 将自己的预期 调整到与 通货膨胀一致 这一过程中 人们会什么 人们会要求 改变民意工资 这种必然会导致 实际工资的 以保证实际工资 是不变的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经济中出现的 没有预期到的价格上涨 p上涨 那么在我们 决定的实际工资下 我们有什么 我们根据这个原则 有w 民意工资 等于小w 乘一个pe 那么我们pe不变的情况下 我w就不变 那么会带来什么 我pe增加的情况下 我实际工资 其实是下降的 这个时候 人们就会要求 更高的民意工资 来保证 我实际工资的不变 原来价格上涨 原来价格上涨 我民意工资不变的情况下 我实际工资下降 但是呢 我预 我观测到 或者是说 调整自己的通胀预期 再要求签订一个新的工资协议 导致我民意工资上涨 从而维持住什么 使我的实际工资 不变 这个时候 对于企来说 它就是 它面临着一个实际工资 先下加上升的过程 从而在上升过程中 或者说 在签订新的工资协议的时候 它就会缩减 生产规模吧 减少雇佣 从而教育的通货膨胀呢 是不会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 就是在我们前面 那个推导 我们总供给曲线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过 我们有提到过这样一个东西 在长期内 我们的总供给曲线 总是一条垂直线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 粘性工资模型 对这样一个垂直的线呢 进行了解释 我们可以发现在长期内 我们总需求的移动 不会对我们的 Y产生影响 只会导致价格的变动吧 相应的 在长期内 我们什么 我们变动 我们在长期内 我们无论我们的这个 需求怎么变动 我们必然是什么 必然失业率 始终是处在自然失业率状态 改变的只有我们的这个 通货膨胀率 这意味着 以失业率为横轴 通货膨胀率为纵轴的平面中 我们长期非对普斯曲线 是一条垂直线 表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呢 不存在的替换关系了 并且呢 经济社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 经济社会的充分失业率呢 将处在自然失业率位置 具体而言 我们来看 假设我们经济中 一开始处于A点位置 对吧 这个时候 经济中的失业率3% 经济中的这个 通货膨胀率是3% 这个通货膨胀率 能够被完全预击 并且呢 这个时候经济处于一个 自然失业率水平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人们或者政府 实行一个扩张型的总需求管理政策 推动我们的一个失业率下降 推动失业率下降 这个时候呢 它面临着一个通货膨胀率上升的一个情况 最终呢 使我们整个经济的 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组合呢 沿着这样一条PC1 滑动到B点 滑动到B点 这意味着我们短期内 我们的一个需求管理政策成功了吧 它有效地降低了失业率 但是呢 这个政策在长期内 就会产生变化 因为什么 因为在B点 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 仍然是3% 但是实际中呢 通货膨胀率其实已经 设备的通货膨胀率 已经是6%了 当然人们观测到这种通货膨胀率 6%的通货膨胀率 他们就会根据这个6% 去修正自己 过低的通货膨胀预期 这种通货膨胀预期的修正 就会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菲利普兹的曲线上升吧 上移 这一过程呢 会使得通货膨胀 实际通货膨胀率逐渐靠拢预期通货膨胀 当上升到PC2位置的时候 这个时候 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预期 与实际通货膨胀率相一致 并且在这个时候呢 在当前的6%的通货膨胀率下 我们的失业率呢 又回到了自然失业率的位置 从而导致什么 导致我长期内 我不存在失业率 与通货膨胀率 这样一个反向的替代关系 我的失业率 无论你的短期内怎么变化 长期总是维持在自然失业率状况 随便你的通货膨胀率怎么变 我都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就意味着 长期看来 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呢 必然是一致的 必然是一致的 因为长期内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 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率的预期 相应的 企业市就不会增加 它的产出和就业吧 因为通货膨胀率的预期的变化 必然要求着对应的W的变动 为了保证它不变 那我通货膨胀率增加 预期增加 就必然带来W变动 W变动就会对于企业来说 是它的一个实际 实际 工资成本的变动 实际工资成本的变动 从而什么 从而导致企业 不会增加生产和就业 因为这个时候 实际工资成本又回到了 A点的充分就业水平 从而企业又愿意雇佣 原来A点的充分就业的 一个劳动力水平 从而不会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 失业率也不会下降 从而形成了一条 与自然失业率 重合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 启示是什么呢 是在长期中 不存在失业与通货膨胀提款关系 政府运用扩张性的 扩张性政策 不但不能降低失业率 还会使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 这一段过程 我们可以在前面一章 对于我们ADS曲线 短期和长期的分析 找到对应的一个 对应的步骤 或者说对应的阶段 在我们前面ADS曲线的时候 我们能够带来 我们总需求管理政策 在短期内有效 在长期内会回到 我们长期总工具曲线的 一个自然产出 叫潜在产出水平 相应的呢 我们就会有什么 我们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我们菲利普斯曲线 在短期内不变 在长期内移动 保证了我这个 长期内失业率 始终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为止 这个呢 就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它最重要的结论 可以发现 这样的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结论 短期和长期的结论 其实是与我们 总需求总工具模型 短期和长期的一个结论 是相一致的 都是描述的说 短期内 我的一个政策是有效 长期内无效的一个结果 这个呢 就是我们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好 讲到这呢 我们这一项的内容就结束了 这张其实相应的知识点 还是挺多的 内容的信息量也比较大 所以说呢 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呢 把这部内容做一下整理 做一下整理 这个呢 是我在这里列出来的 我们这一张所涉及到的一些 重要的知识点 至少你要看到它 知道它是什么 好 我在后面呢 也把我们这张的知识点的结构 做了一些梳理 首先 我们主要描述了失业的问题 失业 我们首先第一个介绍的是什么 充分就业 自然失业率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针对这个情况呢 我们又通过我们的一个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模型 去描述了自然 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其中自愿失业呢 又是我们自然失业率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后呢 我们又讲了失业的原因 对吧 失业的原因里边 包括了非自愿失业 或者周期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其中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呢 也是我们自然失业率中 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呢 摩擦性失业和自然失业呢 是我们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 所认为的经济中 会必然存在的失业 而结构性失业呢 是在后来的研究当中呢 又提出了这个新的失业率的一个划分 而结构性失业呢 我们对它的研究 书中对它的描述 主要是从工资刚性的角度 去描述了最低工资法 效率工资 和工会垄断力量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工资刚性的结构性失业 是与非自愿失业 它是相区别 又存在了重叠的 这个要注意 最后呢 失业率 我们又提出了 对于失业率 这样一个成本的计量 我们提出了一个奥肯定律 描述了失业率变动 所带来的实际GDP的损失 这个呢 是失业的描绘 然后呢 我们又讲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主要三个原因 需求拉动 成本推动 结构性通货膨胀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货币原因 这里面货币原因没有放进去 四个原因 货币原因 这是四个原因 其中呢 需求拉动通货膨胀 讲了一个瓶颈现象 而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呢 讲了一个工资价格螺旋 将两者结合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混合通货膨胀理论 也就是说我们通货膨胀想要在长期内持续稳定的下去 单纯的靠需求拉动或者成本推动是不够的 它要求什么 要求两个共同作用 两个共同作用 好 而在讲通货膨胀持续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延续着工资价格螺旋背后的一个思想 来提出一个通货膨胀螺旋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又花了很大的功夫 描绘了一个通货膨胀的成本 里面主要包括了预期道和未期道的成本 分别有这么多个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难以理解的是相对价格变动 这样一个情况 注意的是这里是预期道 这里是未预期道 而且这里面也有一个相对价格的 价格变动 这里也有一个相对价格的变动 然后呢 在我们综合的学完了 理解了这个通货膨胀 以及理解了这个失业率之后呢 我们又提出了 描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 菲利普兹曲线 针对这个菲利普兹曲线呢 我们又提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兹曲线 来描述短期的情况 然后呢又通过预期的调整 进而描述一个长期的情况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张 所主要涉及到的知识点 其中呢 菲利普兹曲线的描述 描绘非常重要 也是大家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重点 它是我们考研的一个常课 许多学校都喜欢去考这一方面的内容 我们高红叶的教材里面 对菲利普兹曲线的介绍的相对简单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曼昆的课程 这里面呢 对于菲利普兹曲线的内容呢 讲的要比这个高红叶的教材要多一点 里面对于我们整个经济 它在长期内 我们总共计曲线的调整 预期的调整 它也举了一个适应性预期的例子 来进行一个描绘 所以有余力的同学 或者有实验的同学 就可以看一看那部分的内容 好 讲到这呢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